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又是Brian的我的玩具時間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玩意 比較少在Toys TV出現的 為什麼呢? 其實這一類的收藏品 都是一些比較歷史悠久的 不如一起看一下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 一種我們叫 Teen Soldier 另外我們叫 Metal Figurine 或者歐洲叫 Figurine 或者金屬拼仔 或者叫Pewter 或者叫星阿萊的 冰仔 或者叫1比30 或者1比32的元冰仔 好了 無論是什麼名稱也好 都是泛用紙一些 用金屬 或者叫低溫金屬 造成的這一種產品 什麼叫低溫金屬呢? 其實很久之前 有些是 星 或者叫做元合金 早期是元合金的 後期呢 因為元是重金屬 都應該有些毒性 用星阿萊 星阿萊 這部毒性我不是太清楚 現在的一些 應該是比較用合金形式 有不同的材料混合 一來令到金屬的材質比較堅固 沒有那麼容易難 或者去處理一些 轉彎 不規則的圖 形狀的時候 較為好一點 所以應該比上幾代的 我們叫做元兵那些好很多 也都不用圓的了 好了 這些都是叫做低溫金屬 即是說他們是不需要開鋼帽 是用一些叫做 我們叫橡膠帽 做了一些毛具 然後再倒一些 當時溶液的金屬料 然後當它凝固之後 就拆開那個帽 其實做浪膠 做很多低溫材料的生產 這種方式來的 以往是很盛行的 直到後期我們有些叫做注索帽 有些用點高一點 很多材料才會用 塑膠才會用到鋼帽 因為大家知道 就是越高溫才會用的東西 而且你的毛具又要抵抵高溫 所以是一種比較昂貴的做法 傳統這種做法 在毛具上是比較便宜的 用橡膠帽 就不停複製橡膠帽 不停去用 如果生產次數多的話 又會用多些的毛具 因為這些毛具是很容易會折舊的 因為在拆的過程中 那些橡膠毛具可能會破損 或者精細度會減低 或者形狀變形 那些產品就不漂亮了 要註明一下 在背後的坦克車 並非是這個 我們介紹完兵仔 這次介紹完兵仔的牌子 是Wall Park 是一個內地的牌子 其實現在很多不同類的產品 我們稱為老產品 即是一些見幻見熟的生產方式 或者形式的收藏品 玩具也好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外國牌子 香港牌子 被一些內地牌子取代了 可能因為他們的生產力更加好 更加便宜 這也是沒有話題的現實 當然希望他們的質量保持到 玩家就開心了 這個是一些 叫Wall Park Wall Park是一個近兩年沒有起的 一個在內地的牌子 玩家老闆 即是玩家老闆 即是老闆也是一個收藏家 很愛好這些 而這次我們呈商了 Forcer Safari 一架1比32的 都是金屬造的 主要是合金造的 Yard Tiger 這架1比32的 這架1比32的 其實XL呢 先說一下塔塔車 Forcer Safari這一架是1比32的 比例 有很多金屬 這些金屬就是 壓住金屬 就是Dicast Mode 即是可能需要做一些 較貴重的鋼模 才會融化一些 比較硬正的 高溫才會融化的金屬造成 所以這些是很硬正的 即是你跌落地 基本上是不會爛的 即是它可能脫掉了 那些組件的位置 即是它組合的位置 可能會脫掉 但如果是同一件出的金屬 其實基本上是很難些 都會爛的 即是你用來 鋪鋪鋪鋪鋪鋪 你的手都損掉 都還未爛的 所以這些分別就是這裏 那麼 當然它不會全部是金屬 但部份是金屬 那麼 感覺是會貴重一點 重新一點 以及耐慢一點 這個事實是 因為那個 塑膠始終有一個彈性 無論是褪色 或者是它會彎 咬也可能會發生 縮碎也可能會發生 當然不是很嚴重 一般的ABS 可以挺耐用的 但是會跌爛的 會屈爛的 Dicast 那些就不會 所以這個呢 我看到剛剛好用 兩個一起配合 這個比例 原兵仔 Wall Park 那些 其實瘋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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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都是大陸生產的 叫做First Legend的牌子 就好似的 King & Country 其實是香港公司 就是外國人老闆 First Legend 就是外國人 在大陸做基地 所以其實呢 三間公司去到Wall Park 其實生產地都是大陸 尤其是廣東產 不過牌子轉了 老闆不同了 當然他們不是同一間公司 King & Country 以前的金鐘 有一間公司 到了First Legend 就出很多古代的東西 現在Wall Park 就比較傾向出二線 所以他們這個比例 通用的 叫1比30 就不是叫1比32 1比32 應該是小一點 更加不是孖星那些 模型的威龍 1比30 不需要幾個比例 但是你說1比30 跟這些 就真的有距離 但是1比32 跟這些 就OK 但是配上去就非常棒 所以其實很適合 所以其實很適合 那麼 Force Sofella 那些人仔 就交的 機器呢 機器呢 就是金屬 這個不是金屬 但是我們叫 Vehicle 或者飛機那些 就會是多數金屬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Wall Park 的 金屬公仔 你看 放進去呢 其實都很適合 是不是 都很適合 顏色啊 形態啊 都很適合 當然我們選擇 並排擺 高度是否真的差一點呢 我還未確定 好了 那這裏我是嘗試 製造一個 我找了一堆 其實是它兩個系列的產品 來的 那這一個呢 我就做了一個情景 就是 像是 即是我無疑的 我都是沒有太大的考據 做這個Diamma 就有一個 Yacht Tiger 應該是Yacht Tiger 但是很後期才有的 然後呢 就有東線的德軍 你會見到 這裏有兩個 或者有幾個 這個獻兵領計 就著次下裝 或者不是東天嚴航的裝束 這兩個都是正常的 基本裝備 所以都不可以叫東裝 就好像吊姦一樣 兩批人 這批就在東線切回去 可能厚房 到更滿 或者休整 這部獻兵 就去檢查這部 檢查這部 檢查這部 這部是水路兩用的車 這一部 就不是Furster Filler 這部就是Wall Park 的產品 這些是用Pilter做的 我沒有細緻去考據 但是拿上手 重手的 整部都是 有些人叫Pilter 其實就是合金來的 但是這些是低溫金屬 所以跌落地 是可能會爛的 所以玩這些要小心一點 還有呢 特色就是 它們的濕透是癡死 因為它很多時候 是用了一些 另外的材料 未必是Pilter 可能是一些 樹枝膠 變成是癡死的 就是它們主要都是擺情境 就不是給你玩 推 都適合一些 我想是成年男士收藏 或者成年人士收藏 多些 而是上游式 以及精細為的賣點 通常有少許活動 這個 水落兩洋的螺旋掌 就可以放下 放下來 下水就是這樣放 在水上 當然可以放上來 因為有時 動態不平 就會放下 撞爛了螺旋掌 車上有個 開車的朋友 比較正經 這個獻兵 這個獻兵很清楚 大家知道 因為前面帶了一個 這叫狗牌 獻兵的牌 這兩個 就當他們 執勤完 或者部隊都 優整完 激烈的戰鬥之下 人員少了 撤退 另外一隊 就配上冬裝 即是冬天裝備的 部隊 進駐去代替他們 其實通常 戰時 在二戰的時候 都是這樣的 一隊部隊打到 殘殺 要優整 都是新部隊 通常都是這樣的 很多故事 101的時候 就不是 一邊打一邊 補人 有些老兵 就由頭打到尾 其實對於士氣 和他們的 是有些考驗的 當然 他們的經驗 和他們有一些 戰場上的 技巧 或者能夠 承傳給一些新的部隊 給一些新兵 但對於舊兵來說 是一件很殘忍的事 因為 不停打 不停打 無法休息 看著同一旗 一起上戰場的 隊友 團友 一個人 殉職 或者 受傷 離開 送回後防 自己仍然留在戰場 即是 你沒事就繼續留 有事就要不就 打橫台回走 所以在戰時來說 戰爭 真的是 挺 厭 挺沉重 對很多人來說 所以真的 盡量都不要戰爭 這裏 這裏就整班冬天 其實我就是 Crossover Mix and Match 組織的 其實這裏主要是兩個系列 其實這裏 這裏應該主力出了兩個系列 2018、190開始出 一連一個大系列 因為每個系列裏 通常都有幾十隻公仔 喜歡玩哪些 你自己選 比較受歡迎的 其實這裏是出炭車的 因為我沒有保持炭車 只要拿了Forsus Vail 因為 坦白說 性壓比Forsus Vail 是高的 為什麼呢 你會看到 其實那裏帶動的 我一陣子也介紹過 那裏帶全部動的 一來又耐用一點 而且他們的上色 真的很厲害 而且這些車 你看到這裏有這麼大的Tiger 其實它只需要 好像是七百元有閘 沒有多錯 上色的那裏 很OK的 說真的 是吧 那些迷錯 我覺得OK 先選擇 另外呢 就是很多可動的Pass 但是我集中 就不要講這個了 這些內置的東西是OK的 但是呢 冰仔呢 就 原冰仔是發揮得好一點的 多型態啦 可以很細緻 上色方面很好 因為它多數是手油 那手油呢 手油呢 手油呢 就可以做得好一點 而這家公司 他們Forsus V那些 就不是手油 都是可能手油啦 有些用沒有噴啦 那你會發覺呢 它的質量呢 它會控制得比較 就是 大路一點 就說你學校沒有那麼高 那這些手油那些呢 可以油得好一點 但是當然啦 我和你講 這些呢 如果你說要去好 要求高的呢 其實一般的 一般的 就是我叫 無形玩家 其實它是油到的 因為呢 眼的口鼻呢 其實不是說 超精細的 我自己儲的那些 俄羅斯那些 高手那些 那些呢 那些是過千塊的 起碼的 那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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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剛剛好 其實這種比例呢 你一是用高光音影呢 那些速度呢 其實軟體是OK 近體是不OK的 那你那些眼線的畫了 那些呢 其實要很高的技術 才做得自然的 而這個Wall Park那些系列呢 就是像以前King & Country那些 我就認為它是再進化了 就是便宜一點 美一點 那對我來說 就不錯的 還有價錢呢 它是 大概呢 應該是300元左右 這個價錢呢 可能性格比高一點的 還有它的動作動態呢 這一間公司呢 可能它是一個collector的老闆 它是應該參考了很多 漂亮的模型 或者是一些史實圖片做 所以你看它的造型的動作 比較自然一點 而呢 我自己玩這些呢 通常我都是玩這種 要不就好動態 跑光啊 包光啊 包光啊 叫光啊 要不就這種 要不就這種 就是像一隊兵在這裡 走來走去啊 準備狀態 那麼很多 日本那些高手砌模型的名牌 都是這種 多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隱藏的法則來的 所以你看到它賣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些呢 我這些選的 通常是第二塊賣光的 最快賣光的那些呢 就是坦克兵 因為它們本身 Walk Park 它們有出車的 有速度Tiger 1 Pancer 4 有些 Pancer 4 為主 不同的變款 不同的顏色 那麼那些呢 就 車通常就 沒有賣光 它差不多差不多 兩千元一架 貴的 因為它是Pilter 那整架 它要做個 做了數據 3D之後 做完樣 接著是Flow Type 然後再賣光 再賣光 要油色 所以要一千多元 所以如果你是否有推薦 我推薦 FoV的車 那麼便宜一點 總類又多些 又耐用一點 但是人呢 肯定就 Walk Park 那些比較漂亮 兩個剛剛配到 還有呢 通常我們做這些review 因為沒有什麼速度 但是都儘量避免兩個牌子 直接比較 但是這個呢 我覺得各有優勢 即是說 人仔 這些是漂亮的 車仔 沒有啊 這架FoV未出回 以前出過 我記得 但是 現在呢 又等它 沒辦法了 可能要買這架了 很精細的 因為它上色一定是 有差不多了 尤其是人的部分 即是它會做一些衣服的 衣服的 高光陰影 會做得比較仔細 對啦 都是那句 你是否游到很完美呢 當然是沒多久 比陸的來講 你軟態一定沒有問題 甚至你自己砌模型的高手 其實可能這個也是差不多極極的了 因為再游得多都是游不到的 我認為啦 還有動態呢 它們差不多 還要比模型多 所以這個是它們的一個 可取之處 所以如果不想砌模型 沒有時間砌 或者眼睛 手都不是那麽 那麽多年 那麽厲害的呢 那這些就簡單單 三個水 又可能有爪 一隻 那當然啦 那這裡 就已經是一個 四位數字啦 但是 可能玩開 你們的預算OK 就可以的 給我呢